罗马书第七章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 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 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 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 一直结成死亡的果子。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心样, 不按照遗文的旧样。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律法是罪吗? 断乎不是。 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 非律法说, 不可起贪心。 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 叫助班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 因为没有律法, 罪是死的。 我以前没有律法, 是活着的, 但是诫命来到, 罪又活了, 我就死了。 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 反倒叫我死。 因为罪趁着机会, 就借着诫命引诱我, 并且杀了我。 这样看来, 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 公义, 良善的。 既然如此, 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 断乎不是, 叫我死的乃是罪, 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 就显出真是罪。 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 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 但我是属乎肉体的, 是已经卖给罪了。 因为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 我倒去做。 若我所做的, 是我所不愿意的, 我就映成律法是善的。 既是这样,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 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 由不得我。 故此, 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并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 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 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 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